中央协会延伸的春酒宴传播链现在也烧进了双北校园 位于新北的板桥某国中还有三重某幼儿园 都因为学生曾经参与聚会确诊 分别停课三天还有14天 目前扩大筛检都是阴性 至于台北市的南湖国校还有私立的维格中学 则是有家长确诊 虽然没有同住但是有接触室 目前学生的筛检是阴性 学校正常的上课 但是医生很担心 现在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校园将会是下阶段的防疫观察重点 三重医院外常常人龙等着排筛检 还有家长带着小孩从傍晚排到凌晨 孩子都累倒在爸妈怀里 因为三重某幼儿园爆出血统染疫 匡列对象高达400人 裁检了400位 今天已经全部裁检出炉 全部是阴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观察它后续的发展 疫情再度烧进校园 因为相关个案都参加了某宗教协会的 吃饭唱歌团 包括新北板桥某国中 因为学生按1995一去诊 就预防性停课三天 至于三重某幼儿园 是学童1992期染疫 成校停课十四天 北市则是按19930的两名子女 分别就读南湖国小跟维格中学 但因为学生没去诊 学校维持正常上课 才刚开学一个礼拜 学校疫情就拉紧报 让医师忧心提醒 接下来校内防疫得更加严谨 眼看国内疫情还在升温 边境防疫是否还要放宽 边境松绑措施 究竟何时上路 看来也只能是疫情状况 滚动式检讨 接着我们报道